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欢迎您一起收看12月1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新闻我们首先来看到 简安湘公所13号在南昌停车场园址 举办了纳豆兰部落聚会所动土祈福典礼 总工程经费3100多万元 预计将会在2024年底前完工启用 那么包含了县长许正卫、乡长游淑珍等人 都出席祝福工程顺利 也期盼届时多功能部落聚会所的兴建 能够让原住民文化代代传承 绵延不绝 花莲县简安湘纳豆兰部落 由宜昌及南昌部落组成 堪称是简安湘最大部落 人数超过3000人 不过因为没有部落聚会所 只能利用南昌停车场办理丰年纪 原住民委员会 近年陆续协助简安湘公所 办理纳豆兰部落新建事宜 从停车场用地变更为机关用地 并在中央原民会核定1000万 花莲县府核定补助2000万 加安湘公所筹出100多万经费 终于在13日举行纳豆兰部落聚会所 动土祈福典礼 历史有加一个女子 那时候是纳豆兰 第一个女头目 就是我们的潘安娘头目 所以那时候纳豆兰的奶 就做了一个女子 回归了现在以后 无论我们怎么写 我们都要回归到她的母女 在我们拼音的部分 107年的12月以前 谢谢我们的前厢长 也就是我们的黄欣议员 他把所有县府的变更计划 跟前置作业来做完前置部分 但也在107年的12月 因为工程规划设计 三次招标的流标 所以把这一个责任任务 让理性隆意 承担来承担 花林县在我们23期的花东基金 一共执行了28处的聚会所 现在还有5处 还正在兴建当中 工程当中 唯有我们的纳豆兰部落 是没有花东基金 没有用花东基金的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那我们希望在花东四期里面 以及未来的聚会所的兴建 我们一起齐心协力 但是兴建之后 要如何去运用 以及我们在文化的传承 语言的传承 如何去推动 这是很重要的 不是空有那个聚会所 却让它一直摆到 下一次的封年纪 未来纳豆兰部落聚会所 将拿掉女字旁 回归到母语的拼音概念 以部落于聚会所 是花林县府积极推动 花林县原民部落文化 传承的愿景与目标 从106年争取花东23期经费 希望将县内28座聚会所建置完成 唯有纳豆兰聚会所 是现运算补助而非花东基金 刘淑珍也感谢前任乡长 黄欣的前置作业 未来400多坪的多功能部落聚会所 预计将在2024年底前完工 此番聚会所的兴建 能让原民文化代代传承 接着长邦彦只能相报导